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年1月 现在已经是10月了 今年1月的时候 我在南京打了疫苗 我说打了没有什么感觉 医生叫我说因为怕发炎吗 或怕感冒吗 说24小时不要洗澡 这是很正常的 不要喝酒 不要吃海鲜 当然这个再讲下去 再聊就太多时间了 台独就说你不准洗澡 因为南京缺水缺电 好吧 随便你讲 你打了疫苗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可见是假疫苗 打了真疫苗 打了辉瑞 人家打了外国疫苗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副作用 在地上滚 为什么你打了大陆中国的疫苗 为什么没有感觉可见是假疫苗 今天大家海水退潮 看看谁没有穿衣服 我打的是科兴 那大陆的国药跟科兴两个都是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是一个技术非常成熟的一种疫苗的技术路线 这两个疫苗也很早就得到了WHO的认定 之后美国FDA他也承认了这两支疫苗 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不肯承认大陆的疫苗 但提不出什么样子的一个说辞 因为你说哎呀数据不透明 人家数据已经很透明都发表在期刊上面 如果数据不透明 如果不行 WHO为什么承认 每个人都在讲联合国 联合国旗下的全世界的卫生组织就是WHO 那WHO承认 每次要拿来骂大陆的时候就说WHO要第三度进入 要重复要检验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拿出WHO来骂大陆 但是WHO认可大陆的时候 当然就假装美国会死 就是演技太差 所以美国也只好承认 当然还有一些下三段的国家是不承认的 那么台湾呢 台湾可是从一开始到现在 每一分每一秒诋毁作戒大陆 不遗余力啊 从来也不承认这两支疫苗 台湾这边出来消息说 台湾人在海外如果打了疫苗 是WHO认证的 那么回到台湾以后 可以助记 助记说你已经在海外打过两剂的疫苗 那这也没什么用 因为你打了两剂疫苗回台湾 该隔离还是要隔离 只是说 有时候如果说你要去医院陪病啊 那人家如果要要求你要打两剂疫苗 你在台湾没有打嘛 那你在海外打可以认 就只是这样而已 但是这样一个承认 让民党就尴尬到不行 哎呀 这怎么办呢 我去每天坐着骂对岸 每天东骂西骂东拉西扯 我突然间我不得不承认 大陆的疫苗也是疫苗 大陆的疫苗被WHO承认了 甚至11月1号啊 美国规定要入境美国的外国人 必须要打过两剂的疫苗 但是这个两剂的疫苗是哪一种疫苗呢 必须WHO认证的 那就也自然就涵盖了大陆这两个疫苗 那台湾的高端 被你瞧不起的大陆两个疫苗 连美国都得承认 你美国爸爸都承认 但你私下私活 自己搞出来这个 名不正言不顺的高端疫苗 美国不承认 这下脸丢大 好难堪啊 然后陈思忠出来厚着脸皮讲啊 说这个只是一个事实的认定 有打过这样的疫苗 至于怎么承认 我还要再研究 那你这个事实认定就是承认啊 要不然呢 全世界几十种很多都没有被WHO认定的疫苗 你打那种疫苗有用吗 你要注记吗 当然只注记WHO认证的七个疫苗嘛 结果副指挥官陈宗彦 这个也是个非常擅长拍马屁的好家伙 这个陈宗彦 他并不是医疗专业 也不是公共卫生专业 他是代表台湾内政部 进来变成副指挥官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回记者说 你讲大陆 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这个好笑 你讲大陆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讲这句话的人 就应该要下台 如果比照郭冠英被追讨 退休金被停职 用的理由叫做不谨慎 这个陈宗彦也要被停职 被查办 被追 将来退休金拿走 你讲大陆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那你有脸坐在那里 大陆大陆 根据台湾的法制 法律 台湾不是有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吗 你陈宗彦在对付大陆的人 你在对付台湾人 留在大陆要回台湾的人 你不就是用这个法律吗 而且滥用这个法律吗 民党要修理台湾人 不就滥用这个法律吗 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 真正法律的原文叫做 台湾自由地区 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 大陆地区 这就在台湾的法制里面 我们叫做台湾地区 或者脸皮厚一点说 我们叫做自由地区 对岸叫做大陆地区 所以我们称呼大陆为大陆 那陈宗彦为什么要故意要讲说 你说大陆是哪个国家 这就是他不要脸的地方 他故意要东南西城说 哎呀有美洲大陆啊 有欧洲大陆啊 你不知道行政院里面 有一个部会叫做陆委会 什么叫陆委会 什么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陆委会就是大陆委员会 那那个大陆是哪个国家 我问你啊 所以啊 凡事人一读脑就残 台独政权之下 就有很多狗官 这些狗官啊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什么叫大陆是哪个国家 那疫苗呢 我们刚刚不就提到了吗 大陆的科兴跟国药是非常好的疫苗 稳定性很高 因为它是用最成熟的技术 像辉瑞啊 信使RNA这种技术 辉瑞跟莫德纳 其实它对于人体可能的副作用 还没有人知道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要经过很多年的研究 你才知道它的副作用 也许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爆发 是不是 我最喜欢举个例子 就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刚开始在流行用不沾锅 铁夫龙不沾锅 结果用了很多年以后 大家才知道说 那个是非常毒的 致癌性非常强烈 有太多这种例子 医学界化学界各种各样的 就是新发明一个东西 然后就觉得大家觉得好棒棒 开始用了 然后再过五年十年 很多人因为这个事情生病 然后大家开始研究 哇糟糕是这个新东西 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过去 屡见不鲜 在医疗上面很多非常新的技术 除非说比如说你已经是癌症 癌症的病人了 那反正你是死马当活马医 你不弄的话你反正就死了 好吧 那我就用一个很创新 很危险性的东西 我来试试看 搞不好活了 可是疫苗这种东西 是好好的人 你一个风险很大的疫苗 打上去 本来如果说台湾 你不要管控好 台湾是个小岛 管控好了 大家得新冠的比例是很低的 除非是像米朗上次那个 把边境打开了 然后胡搞瞎搞 才让台湾的疫情失控 然后医院收治病人已经 南部很多医院是空的 北部的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治了 然后收治以后又没有好好的治疗 还有很多病人是死在旅馆里面等医生的 所以死了800个人 结果台湾到现在为止打了疫苗造成猝死的人 也有800个人 所以我个人认为 打疫苗还是要选择那种技术比较成熟的比较好 不要用那种太创新的疫苗 没有经过检验 台湾很有趣 高端疫苗 自己搞一个 当然前一阵子还有另外一个厂商 也是美国厂商在台湾搞另外一个疫苗 结果现在还没过 已经放水了 让你超书本 结果你连超书都超不好 民进党没办法让他过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高端疫苗 那这个高端疫苗大家都很清楚 他的人他的钱跟民进党有数不清 减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太多太多的状况 从去年民进党说自己要搞疫苗 然后就拨款去支持了做疫苗的厂商 拨了很多款 那这个高端的疫苗 他的技术是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弄过来的技术 这都没有关系 他严重的是什么呢 严重的就是很简单 你就规规矩矩的一期二期三期做完三期人体实验 然后你在台湾申请紧急使用 对不对 本来很多疫苗都是要做完三期 你再申请都还遥遥无期 可是现在大家因为新冠 好那就紧急使用 可是你紧急使用也要有三期人体实验 结果这两家厂商都不可以做三期高端 你没有三期人体实验 你就是硬要做硬要打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有猫腻 国民党立委费洪泰公开讲 有十几位立委涉及高端的股票的内线交易 他公开讲有十几个了 国民党的林德福也说 外界认为府院护高端 高端有交易异常 然后卫福部透过各种场合放话 帮助高端股价往上爬 连蔡英文都在高端疫苗的二级期中报告解盲之前 就提前宣布七月底要上市提供 更不要讲 连日本的政客都公开讲说台湾告诉他 七月就会解开高端了 林德福说五次移送减调福利 结果减调不肯办 减调却办另外一个药品工厂叫东洋 东洋本来要买辉瑞的疫苗 结果被民进党搞黄了 好结果减调去办东洋的内线交易 因为东洋如果买到辉瑞 东洋的股价也啪上去嘛 结果没有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只办东洋 你不办高端 十几个立委 涉入内线交易这么严重 苏贞昌说委员你误会了 我不认识高端也不知道 任何犯罪都不应该逍遥法外 如果有任何证据都不会互端 话当然要讲不漂亮 实际怎么做超市在乎 我们就等着看下去 一个疫苗里面有多少的猫腻 我们来讲县民 所谓的县民就是刑制单位 或者是警察 他所运用的一个消息来源 他不是真正的我们的情势人员 他是我运用的外围的人 叫县民 那民进党的台中市立委 黄国书被民进党自己爆料 说他是县民 爆料的过程当然是非常的狡猾 因为以黄国书的地位 民进党里面当过情治单位 宪明的比他位置高的多了 大咖的都没爆 为什么只爆他 所以就很简单 我手上有一百个人的黑资料 我要丢出谁来 我决定 我有民进党人自己的黑资料 我有国民党的黑资料 我有谁谁谁的黑资料 谁不听话我报谁 你就算是听话 但是你对我没有用了 我就可以把你扔掉 你是我的弃子 所以黄国书是民进党的弃子 但凡民进党认为还有利用价值 就不会把他爆出来 因为爆出来他的政治前途就有再见 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是 现在此时此刻的国民党 其他政党 此时此刻的台湾 此时此刻的媒体 网络 还有多少人 是民进党的陷命 是民进党安插的陷命 李登辉是谁的陷命 李登辉是谁安插在国民党里面 把国民党弄到死去活来 当年宋美龄 他想要把李登辉给铲除 没有办法 而当年李登辉的 能够奠定他的位置 他的左右护法是谁 在那个最关键的国民党当时觉得 蒋经国走了 我们应该要集体领导 还是怎么样 因为不错 李登辉依据宪法 是要继任总统 但是他不是国民党 党主席 所以应该趁此机会 国民党跟位置分开 国民党集体领导 这是一条思路 可是当时的左右护法 一 宋主瑜 二 赵少康 这两个人 揭竿而起 用一种西方民主的 前进分子的 高大上流利的口才 呼唤着媒体的跟随 民意的巨龙 宋主瑜在中常会上一批 他只是列席人员 他不是出席人员 他是没有资格讲话的 哦 支持李登辉 赵少康 以他当时明代的身份 还有青壮派 意见领袖的身份 国民党里面 青壮派意见领袖的身份 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李登辉 这两个人都是外省人 这两个人跟美国的关系 都非常好 这两个人 有趣吧 所以李登辉是谁 我就想问一下 李登辉是谁的陷阱 黄国书被逮了 政坛有很多联谊 施敏德出来讲 民进党出来讲 民进党当然就把他弄成说 哎呀黄国书啊 他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啊 他也是受害者啊 然后黄国书 我也是被迫的 他一直说 我们要很可怜了 我们被迫要去干坏事啊 都被迫啊 你被迫一个月了 拿几千块钱啊 30年前拿几千块钱啊 很大啊 而且30年前 台湾的头头是李登辉 所以谁是加害者 是不是李登辉 黄国书算什么 民进党啊 有两个 宪明党主席 我们先讲啊 谢长廷啊 多年来就被怀疑说 他是情治人员的宪明 他当然很怒啊 但是 很多民进党都这样觉得 那有很多的千丝万里的一些 间接的证据也好 或什么 但他本人是不承认的 那现在政坛沸沸扬扬 民进党有两个 宪明党主席 其中一个是谁 就现在实锤了 是已故的 民进党的党主席 江鹏坚 我从很小的时候 小学生我就开始读党外杂志 所以我算是对江鹏坚也很熟悉 江鹏坚很君子啊 那施明德出来证实 他说什么呢 他说江鹏坚 在过世的前一年 曾经有一天 把施明德约出来 吃晚饭 兄弟一起吃饭嘛 两个人都是党外的时候 打拼的老战友 他约施明德出来吃饭 施明德当然心然赴约 施明德很爱喝酒啦 酒足饭饱以后 江鹏坚就一直灌酒 喝差不多了 跟他坦白说 你要知道 江鹏坚过世前一年 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身患绝症 他已经知道我活不久了 所以他是有意识的把施明德约出来 跟他讲说我是考进调查局的 受过正式科班训练的正式的情治人员 然后江鹏坚把一些绝密的资料交给施明德 这些绝密的资料是调查局派江鹏坚做事情的时候 提供给他的一些资料 施明德呢 后来最近这几年就把这些资料交给外面就公布 所以江鹏坚跟施明德道歉说 我就是调查局出身的 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害过人 我当然小时候我是不会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我就一直在民进党的这些人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江鹏坚就是个君子 就是个好人 听他讲话 他也不会有讲那种前言不对后语 他也不会言行举止就不会过分 我心里面我蛮喜欢江鹏坚的 而且他那时候很早他就过世了 就米娜还没来得及干什么恶事 他就过世了 所以施明德说江鹏坚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 他不是要杯啊 要杯啊是被人家抢不起的所谓抓牙 他不是献民 他本来就是情绪人员 然后在做这个事 然后他在过世以前主动跟他讲 所以施明德显然是对他评价很高 祝日代表现场庭 他怎么讲 他说戒严时候的国民党 蒋经国不可能容许民进党创党 不管谁多少监控 谁被部件收马或卧底 甚至看结果民进党创党成功 这是国民党情勢丹丸在台湾的最大挫败 然后他说最近有人说江鹏坚是调查局干员被派在党外长期卧底的说法不是事实 谢长廷说江鹏坚没有去调查局工作 他已经过世 还活着的朋友有义务替他成亲 这个现场就很奇怪 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成亲了 历史上已经很成亲了 蒋经国临死前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 而且民进党也成立了 这个不是民进党的成功 这是美国给蒋经国的压力 以及蒋经国种种的很多的原因 内外消避的原因 民进党在里面的力量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是蒋经国要让民进党成立的 蒋经国过世以前就已经解除戒严 就已经允许组党任何人组党组织政党都是合法的事情 更好笑的 前国大代表黄鹏向 他在脸书说 台湾人都知道国内有一海票 亲中舔共 甚至于甘位中共武统张目指路的红色献民 当前台湾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 国内有一票红色献民 赶快抓出中共献民 才是当前民进党的正版 黄鹏向讲这个话 就很像民进党献民会讲 你知道吗 因为黄鹏孝是外省人 黄鹏孝是一辈子国民党的 我不要讲太多 他就是国民党 最近几年突然之间 常常在各种场合 在媒体在网络 不断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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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帮民党讲话 不断的骂中共 我先讲 亲中跟献民有什么关系 第二 就算你认为有人舔购 我认为有人舔美 什么叫做舔购 亲中就等于是献民 好可怕 台湾现在是戒严了吗 假装说要清理威权统治 现在的新威权更恐怖啊 我们不可以称赞大陆好 我们在大陆看到大陆好的事情 不可以说 这个黄鹏孝非常的可怕 他就是在帮民进党建立新威权 我才怀疑他是被民进党的羡慕 台湾充满了各种各样可耻的人 他们是理应外合的 台独在台湾养了很多人 很多羡慕 美国在台湾也养了很多羡慕 然后美国勾连他的哥们 大家一起 一起来对付中国 欧洲的议会啊 说要强化跟台湾的关系 要解决中国威胁 话讲得很大 我就看你怎么做 好吗 但是不要以为 他们伤不了中国 你就看立陶宛 堂而皇之的 让台湾在那边设办事处 这是个准外交关系 然后自己介入了中国的内政 因为你立陶宛跟中国是建交的 有个前提哦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哦 他是我的领土哦 你承认这个 你承认我们建交 你不承认我们不要建交 那你说我承认 行 结果你自己现在背弃你的承诺 让台湾设 台湾办事处就是一个准外交关系 中国当然抗议啊 好北京抗议 然后立陶宛就出来 就跟台独一样 哎呀我好可怜啊 中国打火了 就这样子 就耍赖 沙坡满地滚 欧洲联盟的副主席说 立陶宛啊受到中国打压 欧盟要继续抵制中国这种气质 要注意 欧洲联盟正在准备一个 反胁迫的文件 要压迫大陆 接受其他国家 对台湾心怀 好一个立陶宛 捷克啊 他也是蠢蠢欲动 现在 台湾的 吴钊燮 吴钊燮可是有官方身份啊 部长吉亚 要跟一个商业团 要去访问 捷克布拉格 这什么意思 统一事故一致 统一以后 我非常建议大家 现在把类似黄童孝啊 这些人啊 全部都给一记 他现在讲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 找统一 保证大家 百病全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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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